来看到这是耍特权妈 台北是一名小黄驾驶当街 悲鸣放着立法院停车证的 BMW二度蓝车 疑似不满他在上一个巷口 为离让就失控的呛瞎 还喷辣椒水攻击 小黄驾驶更控诉 对方甚至打电话到车行 说自己是立法院人员 要求提供相关个资 痛批实在是很离谱 对此立法院回应 查询车牌之后 这张停车证已经作废 但无法透露 原本是哪一位委员的作车 立法院人是不是 一点良心都没有 什么东西啊 过来 过来 机程车在客直行 突然一辆黑色轿车 直接挡住去路 我也没有挡你路 你这么冒了 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这样后面一点都没车住 我要进来出身的 他说 出身 马上出身 BMW驾驶一下车火气就很大 小黄问长也注意到 他胸前车上都挂着一次 立法院的证件 你不要再罵伤话哦 我跟你讲 你拍那个也没有用啦 真的哦 给我试试看 染得离你神经病 他在地上我跟你讲 那个玻璃上面 就是有一块 那个立法院的 那个停车证的 看到我的服务单位嘛 然后他就说 他要搞我 原来两人是在前一个路口 就结下梁子 黑色轿车从巷口 硬要望右借 不满小黄不后退里让 就违规跨越车道 摇下窗户呛瞎 没多久再爆发第二次冲突 最让运奖害怕的是 对方仗着车上有立院停车证 讲话就很大声 甚至还打来自己工作的车行 必问各自 某立委的一个坐车司机 靠着这层关系 来施压我们老百姓 运奖为了自保 已经先到警局备案 对此立院表示 这张车证已经作废 但当事人只想厘清 这究竟是哪位委员的坐车 有没有利用公权力在查水表 介绍后黎明州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